第二个解开的谜团 就是黑石号 它要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航线 航线到西亚 在我国的唐朝 已经开通了从中国到西亚的这样的航线 在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 在唐朝的真元年间 有一位宰相叫做贾丹 贾丹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学家 他曾经写过一部书 叫《黄华四达记》 在这部书中就描述了一条 从广州到达大石国的福达城的一条航线 这个大石国 有的也称作大义国 它就是指的是阿拉伯帝国 这个福达城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 这条航线是这样描述的 说中国的海船从广州出发 经过香港地区 然后再过海南岛的东南侧 沿着现在越南的东海岸 一直航行到玛丽加海峡 然后穿过玛丽加海峡 直接横渡孟加拉湾 到达了斯里兰卡 然后经过斯里兰卡从印度半岛的西岸 到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逆右发拉底河到达巴什拉 再顺着迪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 是这样一条航路 这条航路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 之所以贾丹把这条航路 描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这条航线 在唐代已经很熟悉了 很成熟了 人们判断 黑石号很有可能 就是想沿着这条航线 回到巴什拉或者是巴格达 结果在中途就沉没了 那么贾丹描述的这条航线 在黑石号发现之前 它仅仅是 一种文字上的描述 文字上的记载 黑石号发现以后 为这条航线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